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誓言還有敗別的時候 我個人就是很有感觸 在講誓言的時候一度話講不出來 跟平常肢底下模擬的完全不一樣 我錄了大概兩分鐘 聽說新郎錄了我的三倍 然後中間哭了五分鐘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就是蜜月的話 希望就是說等她再大一點 在我們全家一起出國 那平常她是比較沒有化大濃妝 所以我今天對我來說是比較有感觸的 想不到我老婆這麼漂亮 對啊 有破百 還沒有三百 但是確定有破百 差不多 對對對 那就看等一下 能回多少本 沒有啦 其實我老婆常在跟我開玩笑 說你要不要約你的前女友 一桌夠嗎 我說一桌可能不夠吧 所以我準備了三桌 沒有 那就是一費桌 就是一個小玩笑這樣 對 其實我很 我們也很怕有人臨時來 你桌如果做人 會有點尷尬 所以我很慶幸說我娶了這個老婆 她是很可以開玩笑的 嗯 那也很多方面可以提亮我 對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我的情緒上 她是 等於是我的壽氣包 對 那如果說那個前女友真的現身的話呢 我請她吃飯 對 她就有入座那個預備桌這樣 我請她吃飯但是黃包還是要收 哈哈哈哈哈哈